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们尽量的能力做一些值得吃的菜 让他们支持 帮他们打气 让他们熬过这个不开心的时候 这个疫情的时候 其实我本身是厨师出身 我对食物的质素 和烹调的方法 我都要求即叫即做 因为食物要新鲜 食材要好 接着还要选择 还有要配搭 例如像我们的牛便袋 我们会有三文鱼 加一个牛肉 起码有两样的食品 配搭在一起 令到它丰富了 再加上前菜 令到整件事满足 一定会吃得开心 还有我们会出几款 要被人选择 这个是最基本 我自己个人要求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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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